不过直到现在却传出飞闻女主角刘和娜亲自爆料 虽然自己并非林志颖的女友 并指出林志颖早已有位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她好像有这样说吧 她自己乱踩的 其实刘和娜的透露并非空穴来风 就在前年林志颖在上海参加活动时 就被拍到与模特儿出身的陈若瑜同游 虽然男主角林志颖的强调只是朋友 但根据网络报道以及知情人士表示 两人已经秘密交往两年多 甚至传言今年底就有结婚的可能 到了30岁的时候 别人问我说适当几岁结婚 别人说35 可是又过得很快 现在今年即将又满35了 所以为未来几岁结婚 我想我只能说40吧 遥远的星光 却远迷惘 如是你一样 会把爱挂在心上 林志颖的绯闻对象 还有一位人气火红的女明星 刘亦菲 从演出古装剧天龙发布开始 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双方不论外界如何报道碑文 林志颖和刘亦菲 总是不必嫌的为对方站台 刘亦菲啊 那也不算传吧 就是外界在猜测说 他的这个意中人是谁 那没想到大家会猜掉我 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 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我 那我觉得小时真的是一个 特别特别可爱的人 虽然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位著名的小旋风 但是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么厉害的一位偶像 很开心 觉得今天大家特别的热情也还很好看 那也希望小时的演唱片能够成功 我们下次你如果有其他的安排 一样会不会帮你加油 哇 我觉得他蛮好的啊 那在个性上面 系列也很好 人也非常的随和 那我觉得他他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他在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 我爸爸 吓我没问过他 林志颖的绯闻女友 一一被攀在阳光下检验 至于哪位才是林志颖的最佳女主角呢 想抢签之道的人 只能现在的都在抽丝剥剪 反之不如把时间交给林志颖 让他慢慢自由发挥 一句话呀 一句话 当然才是你的家 所以我都留心要你 我都留心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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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呀 一句话 当然才是你的家 想一个无限不止的 只能不能够 就是他